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学者张成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指出 故宫虽是明清两代皇家宫殿群 但它更生长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 故宫是现在现存的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建筑群 也是现在世界上保存至今的面积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 现在有很多人说故宫之美 然后有很多去故宫网红景点打卡 其实它看中的是故宫背后 首先它是一个凝聚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它是中国古代器物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闪光点 珍藏在故宫里的那些文物 它不仅仅是明清两代四五百年的文物 它还包括了从先秦一直到近代那么多的上下五千年的珍贵文物 故宫现在是收藏了一百八十六万多件文物 这一百八十六万多件文物当中啊 珍贵文物的比例非常高 高达百分之九十 在国内的博物馆排行当中啊 故宫是收藏珍贵文物数量和比例最高的 这个器物它不单单的是一个物质 它里面是蕴含了中国人很多的那个思想观念 蕴含了中国人美好的期待 也蕴含了创作者他自己的喜怒哀乐 从康熙帝批准西方传教士进入清宫造办处玻璃厂 到马嘎尔尼敬献给乾隆皇帝西洋机械钟表 在章城看来 故宫的丰厚内涵和现代意义中 有一层就是文明的交流互建 钟表馆里面有很多的文物 其实都是典型的造办处 根据那个西方西洋钟表的样子 自己来进行改造的 现在在钟表馆里看到的那个 有一个网红的那个打卡的文物嘛 就是一个穿着西欧的绅士贵族服装的 这么一个小人偶 就很典型的就是中西结合的那个东西嘛 在马嘎尔尼之前 其实就有很多西洋人 已经进入了那个紫禁城嘛 内务府造办处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是西洋工匠 这些西洋工匠不仅是造办了钟表 他们也造办了天文仪器 然后也制造了很多那个西洋的近代的武器 正所谓气以再道 文物之道常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气象文化风俗等相关联 张成认为在当代通过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要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文物背后的故事 每一件文物它不单单是一个器物 它也是我们思想观念和我们背后的民族文化的这么一个载体 所以你讲这个文物 你不单单要讲这个文物的材质 讲它的尺寸 讲它的光泽 还要讲这个工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怎么塑造了这个工匠的喜怒哀乐 怎么把这个思想文化灌输到这个工匠的头脑里 进而呈现在这个文物上面 第二个我觉得还得要采取这个喜闻乐见的这么一种形式 不能只有图片只有文字 你完全可以加个二维码在上面加一 就可以把它导向一些新媒体端的全媒体端的 甚至现在的印刷工艺已经很精美了 这个图书也可以做成艺装书 也可以做成一些机关 更形象的更全面的 更让人能够接受的这个形式 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 透过故宫看中国历史 张成指出 借助故宫文物却能窥见中华民族的若干特质 像是故宫部分绘画藏品中从西域传来的石榴 中国人不仅欣然接受 且赋予了他新的文化内涵 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和对外的开放与包容 我觉得的故宫所折射出来的中华文明的这个韧性 和它的对外的开放和包容 就比如说典型的石榴子 我我们中华文化里面都觉得石榴子象征的是一种什么 多子多孙嘛 子孙繁衍嘛 这个可能是到明朝和清朝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画像 他在那里画石榴对吧 但大家要知道石榴并不是中国的那个水果从西域传过来的 但是呢传过来以后我们中国人不仅欣然接受了 而且用我们的理解赋予了他一个新的那个文化内涵 我们会发现现在故宫里面有很多画像 乾隆皇帝大月图 紫光阁工程图 你都会发现他们那个带有西方油画的那个技法 但是呢又没有脱离中国那个水墨化这个比那个线描画的那个那个大的框架 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发现故宫的文物藏品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这个韧性和包容